台北戏指有一家芋泥卷老店 这爆浆芋泥的绵密滋味 拿下了好几年的网购点心冠军 因为网购排队经常要等上好几个月 老板干脆就扩大营业 而且斥资了上千万来购买设备 加速芋泥卷生产的速度 而最近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让消费者很担心 老板说其实好吃的东西原料越简单越好 此外努力维持产品的品质 才是老店的长久经营之道 一条一公斤重的蛋糕卷 光是芋泥就占了850克 一刀下去立刻爆浆 吃起来每一口都非常的浓郁 就是很浓郁的芋头香 然后再加上它就是很真采实料 所以其实对我这种孕妇 其实是非常健康 那今天也是特别来看 就是芋泥的蛋糕 爆浆芋泥卷已经热销30年 老板王志德很坚持 好吃的东西原料越简单越好 我们的食材就是很单纯很简单 就是糖 油 水 它很单纯 就是真材实料 不加其他的东西 然后外面很多东西加了鲜奶油 就负担就增加了 不加防腐剂 不加人工添加物 口感浓郁绵密的芋头 都是王志德亲自跑大家产地挑的 它是必须要在我们的蒸鲁里面 蒸两个小时 给它熟化 所以这种芋头出来它已经熟化了 那经过我们在加工之后 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吸收非常有益 我们从开始做这个芋头一斤才 从15块做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块的产本 所以我们一年现在本来光芋头 一个月增加一百多万的备用出来 从细纸一家小小店面开始做起 到现在已经有八家门市 一天至少要制作三千多条芋泥卷 为了严格把关品质 王志德不惜投资千万 减少原料被碰触污染的机会 像是这一台芋泥浆吊车 就是它自己设计的 吊车把芋泥吊在上面 倒到这个斗里面去 那比如自动化这样生产的话 对污染的情况就把它减少很多 人工碰触的机会就减少很多 直接定时定量 把那个我们需要的芋泥 涂布到我们的蛋糕的表体上面 我们所卖的是一个新鲜的商品 新鲜的商品它讲求的就是 生产的速度要快 消费者才能够吃到我们第一手最新鲜的东西 此外蛋糕体的制作 以前要师傅整条手臂下去搅和面糊 现在也全面科技化 蛋白经过空气打发 那经过跟蛋黄的部分 经过这个管线 它直接在里面混合之后 就变成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蛋糕体的面糊 只有这一个动作还是需要手工 除了芋泥卷 王志德还研发红豆卷 用万丹的红豆慢火熬煮 用那个常温的水开始慢慢熬煮 两个半小时 熬出来的红豆它非常的 那个本身的很绵密 那个组织都会出来 它那还有颗粒 不能完全给它破碎掉 这样的万丹煮出来的红豆会特别香特别浓 热腾腾的红豆浆铺在蛋糕上 诱人的艳红色 同样是店里的人气商品 今日的成功得来不易 王老板对每个小细节都很要求 好还要更好 新还要更创新 从传统面包店起家 历经两次细致搭烟水 生产设备全部泡在水里 还欠下上千万的债务 日子一度过不下去 只能拿房子抵押贷款 还好母亲把退休金全数拿出来 才勉强渡过难关 而王志德会开始做芋泥卷 试一次到原住民朋友家中做客 吃到蒸芋头 不禁赞叹竟有这种人间美味 后来灵机一动 干脆把芋泥包进蛋糕里 结果爆浆芋泥卷一泡而红 接着他自己写程式 架网站做宅配 没想到网路团购的单子疯狂涌入 连续好几年都被网友票选为十大团购美食 只是排队等待的时间真的太长 有时候要等一两个月才会拿到蛋糕 也让王老板开始有展店的想法 店一家一家的开 还进驻百货公司专柜 芋泥卷的销量越大 王志德越是小心翼翼 不只从源头层层要求 还常常当路人甲到店面附近巡逻 平面的那个卫生条件 如今烘焙同业做芋泥卷的越来越多 老字号芋泥卷要维持竞争力 口味品质都不能变 唯一改变的是顾客购买变得容易 而这一股紫色旋风 王志德还计划要吹得更远 三十年味道都不变 对啊 维持三十年变得味道 好吃 erved 做 varying 或许多あり thinks 朗诚 剑